大家好,我們是漫才修圍哈! 請多多吉祥! 大家好! 歡迎光臨! 今天主題是 誰是發音者浪漫? 我們的發音都很浪 對,發音 沒有發音啊 大家聽得懂嗎? 最浪 大家都聽得懂 自、ら、安、浪 什麼位啊 但我們不知道什麼樣的內容 哦 好 你不懂嗎? 我們的工作人員 是最浪漫啊 工作最浪漫 完全沒在聽我們的話耶 對 你在幹嘛的感覺 我想要樂趴的花呆的表情啊 幹嘛的感覺 這個不是你準備的計畫嗎? 對,沒錯 我幫你們準備了四個台詞 有一個是神父的台詞 就是在結婚的時候那個誓言會講的 熱漫啊 另外一個是告白 就是五百的一首歌的歌詞 然後第三個是政治人物發表演說的台詞 最後一個是鬼故事 你看這四個都非常認真 你們也要非常認真 所以他們會用Google來判斷你們到底有沒有講過 嗯 嗯 對 所以Google聽不懂的話就很浪的意思 沒錯,你就可以獲得浪王天職 有可能台灣的Google的翻譯機最浪的 沒有 不會 沒有,Google的翻譯如果做的話大概聽得懂 OK 一人抽兩個 OK OK 欸,所以阿古將覺得 你的一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最簡單的是告白 好 最難的是 最難的是神父吧 好 好 我先接個 我問到我這個 好,先開一個 好 一二三 開始 OK 我叫鬼故事 喔,鬼故事也很難耶 我求的是告白 喔 但是告白比較簡單吧 對啊 那,明天早先嗎 好 那開始囉 好 告白 我愛你 我心已屬於你 今生今世不移 在我心中再沒有誰 代替你的地位 我愛你 對你付出爭議 不會漂浮不定 我要為你 再想一想 我決定愛你一萬年 喔 剛好拉桑 然後等一下再一起算字數 好 鬼故事 小金 住在一棟偷田座 末天晚上 在二樓房間 聽見媽媽在樓下叫她 她站起上來 準備下樓 當她走到樓梯盤時 從你一邊房間走出來的媽媽 將她推回房間說 我也聽到了 哪裡公布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嗎 認著念而已 我就不知道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 認著念而已 哇 對,很緊張耶 這樣認著念的話很緊張吧 不需要啊 那你覺得呢 緊張的人的中文變很好嗎 沒有耶 翻譯最好的秘訣戲 會放鬆聊天 所以一邊喝酒 一邊聊天是最好的方法 什麼 你喝酒之後 上台演出 觀眾都說 聽不懂你學生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有關係啊 這個不是主要的問題 那是我自己的問題 你的翻譯就能讓吧 面體上的數字出來了 面體上錯了 十個字 十個字 tres 三個字 不管怎麼搞的 我是這麼多嗎 十個字 蠻多耶 你自己看過 你做的字 ……我五六打 有點沒有自信 五六 十 Mit 太多了吧 沒有五六 十 Mit 哇 很恐怖耶 就容然是恐怖故事 好像不是這樣的意思了 對 不是這種意思啦 所以媽媽也聽到 叫小金的声音 最恐怖的是大家都听不懂 听得懂吧 回故事的话还算OK 因为大家不想听 可是告白 既然听不懂的话超级尴尬 对 一直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贝贝你说什么太尴尬了 又可能连我爱你也听不懂 还算完了 我打算说的字是七个字 你刚刚说什么 你可以放手讲中文 可是我告诉你可以找借口吗 因为这个告白是五百的歌词 歌词的话依旧呢 因为这个文章也不是日常生活聊天 没有五百就是写的歌词都是日常生活的 没错 没错 你的难度差不多一样吧 她是个艺术家 所以她用的词是比较难的词 但是里面用的我爱你这首词是最简单的中文 没错 都屁啦 差一点 所以 是比七吗 我差三而已 OK 可以看吗 一二三 一二三 是吗 这个难的神父 最难的 我的话 建计人物 哇 所以建计人物 你的难度是第二名 这个也是比较难的 还好 只是它有一些数字 可能不太好念 所以神父最难的 神父最难 平常几乎是不太会用到的 这怎么我不知道 这怎么我不知道 谁先 我 好 这个是韩国语 对 OK 那你要学它 OK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正纪人物 为什么要八千八百亿 我们签证计划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为什么我们公立发电 要花两兆台币 为什么高雄市 我在全国第一名 三千三百亿 哦 我听起来不错耶 我也听起来不错耶 有可能你可以当获选人 是 我听起来一边表演 一边念台词比较好 我们还要看结果哦 不一定哦 好 好 开始哦 从今天开始 无论贫穷或富有 无论健康或疾病 无论是他年轻或是衰老 你都始终与他相亲相爱 相依相伴 相无一目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我感觉很错哦 我不愿意 全部的台词哪里好笑的 不是好笑的 等一下 刚刚的也不是好笑的吧 好笑哦 对 韩国语的台词全部都好笑的 第一句来变成好笑 本来不是笑话 最难的部分这个 你都始终与他相亲相爱 相依相伴 很简单哦 真的吗 相亲相爱 相依相伴 这个选 我等一下 你念的是比较简单的部分吧 前面和后面比较大 你都始终与他相亲相爱 相依相伴 相依相伴 很简单啊 鞋也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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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依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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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依一母 完全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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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吧 后面 好 我算出来了 OK 鞋子是政治人物 不错 八个字 八个字蛮多 对 然后鞋子上跟他们的神父 错了 七个字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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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最浪王是 伊达 伊达 啊 他终于回来了 对 我来你七个字 老王 对 对 有感想吗 嗯 没有那么大的感想 可是还是 中文的发音是很难 最浪的 中文的发音就是我 可是 最难的 中文的发音 也就是 我 听不懂 听得懂吗 怎么不然我听得懂 其实不是最难的 但我怎么会听得懂 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我们有联系的粉丝团 Instagram也有 记得多订阅哦 拜托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ではでは またね 再一点 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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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试试看吗 我要试试看吗 先父吧 自己人就是先父吧 从今天开始 无论平常或富有 无论健康或疾病 无论是他年轻或是衰老 你始终 他相亲相爱 相依相伴 相如以沫 一生一世 不离不去 你愿意吗 少念一个字 我看错了 一个字 就是我少念的那一个字而已 所以你可以当先父 所以呢 还是先父的台词 比较简单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个语音变是很聪明的 所以真的都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的问题吧 你自己的问题吧